牽著我的手 看著明天的彩虹 看著我 十一位入圍本屆金曲獎的歌手 現身合唱 展現共同抗議的決心 這份音樂人團結的力量 也展現了本屆金曲獎 在疫情期間 依舊能夠隆重登場 在當天的頒獎典禮上 最令歌迷期待的 舊式重量級的表演嘉賓 包括金曲歌王羅文玉 以及金曲歌手彭佳慧的 聯手出擊 除了資深唱將 演出了嘉賓 還有歷屆的金曲得獎者 包括孫盛熙 阿抱和池修等歌手 輪番上陣 表演節目精采可奇 但由於還在疫情期間 今年沒有開放觀眾進場 要如何在沒有現場互動的情況下 讓頒獎典禮不冷場 二度擔任典禮主持人的LULU 這麼說 今年會採取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來主持 我用滾動式的方式來主持 江財滾動式主持 星光大道 還要由瑪麗 攜手首度主持的歌手鼓鼓 帶給大家活力的紅毯夜晚 也讓第三首的結晶卻將 亮點不斷